我要回答一下 那个这边的 禅修就是冥想和meditation 不大一样 很多现代有一些meditation 他们是那种 就是配合音乐 配合一些观想 还有一些思维 或者一些什么 不一样 禅修是要清清楚楚 他既没有音乐 也没有一些观想 就是清清楚楚去看到 你的心 带动你的想法 意念 情绪等等 去看他如何运作的 他是很清楚 很清晰的一种方法的学习 一般比较正统的是 从观呼吸开始 他一定要打基本功 这些东西 如果你没有去打基本功 有点像是 你在建一个高楼 你就想要见到 可以看风景的那个楼 所以你可能就是 我观想 这个世界很美妙 这个音乐很美妙 我现在很放松 我在云里 我在花园里 我在什么 你完全没有看到 你的问题所在 你可能会暂时舒缓 暂时觉得很清飘飘 暂时觉得很像 很美妙 因为你的烦恼 暂时被带开 带入这些 但是你没有觉察 所以你一出meditation 问题重新卷土再来 而且可能更严重 所以你又躲进去 所谓的冥想里面 OK 所以我讲得很清楚 是禅修 打基本功 地基先打稳 地基开始 然后地基打稳了 我们才能够一步一步的 去看楼顶的风光 OK 所以不一样 然后 提供比较完整的 学习身心的成长 健康的学习方式 或学习的资源 我觉得每一个人 会有他自己的因缘 就是有一些检测的方法 对 那你可以去看看 就是你的老师 是不是 是属于这样子的 有没有这样子的课题 或功课 那你用这个去检视 最重要的就是说 你在学习的过程 你是越来觉得 越有力量 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清晰 还是你越来越依靠 某一个人 某一个力量 这两个的差异 是很大的 要记得 我们每一个人 都会有课题 不要批判自己的父母 曾经带给 我们什么样子的创伤 因为有创伤 我们才有成长的动力 像很多 来我的课程 学习身心灵的成长和修复 都是受过创伤的人 太幸福的 他根本没有必要 去做这样的问题 但是也就是因为 生命中有创伤 他成为最好的疗愈者 因为他完全可以同理 走过这样子的路的人的心境 然后他的确有功课 但是他也成长过来 老天总是会有一些 很好的安排 我们就学习信任 因为当我在这边穷交集 而又无法介入的时候 我只是在增长 我的烦恼心而已 我无法帮助到这一个 甚至于我会去敌视 所谓的加害者 因为我是站在受害者这边 所以既没有加害 也没有受害 他们就是有一些功课 在学习 然后如果你真的 这个小孩子真的有问题 真的有很大的课题 可能你可以请社福介入 去关怀这个孩子 或许他不适合在这样的孩子 如果有很强烈的暴力问题 还很强烈的这些课题所存在 那如果你真的要帮着孩子 你也可以请社工的介入 和社福的介入 对 但是这个不是你能够去处理的 你可以给他一些关怀和爱 但是要记得不批判他的妈妈 你对他的妈妈的批判 无法帮助这个妈妈 反而让你们都承受很大的压力 所以要知道 妈妈你辛苦了 你如果也可以释放爱给这个妈妈 他的这种被敌视 或者被排挤的力量 会少掉很多 当他有爱的感觉的时候 他会慢慢的沉稳下来 和暖和下来 让他知道 他也是一个尽力 和很棒的妈妈了 他已经在尽他的力量 他就只是能够做到这样子 当你给他很多的爱 还有同理的时候 他的刺猬还有他的这种受伤的心 就会开始被 就会开始沉淀下来 所以爱是有很大的力量 但是只能从我们自己开始做起 妇女停经后荷尔蒙变化 造成干燥 减少 使尿道干燥 减少保护能力 可否使用大豆 黄酮或磁激素 我自己是不大用这些 但是有那种荷尔蒙的调整方式 但是 身体 其实很多人停经是没有任何症状的 之所以会有症状 一定有某些部位在卡住 我们都说 停经 荷尔蒙的变化会造成很多很多的失衡 但是我们也会看到周遭有人完全没有停经后的一些问题 OK 所以表示一定有一些内在卡住点 不是只有荷尔蒙的变化 因为荷尔蒙本来就会变化 这是很正常身体在做一些代谢 有一些荷尔蒙的调整法 在我的部落格也有分享过 其中一个就是 一只手放在前额 这样子 往一只手放在前额 一只手 一只手放在后脑勺 都是往头顶的方向 指头都是朝向头顶的方向 就是这个样子 这样子大概要三分钟 一天做个两次左右 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体内荷尔蒙 达成它最好的平衡 但是每一个部位产生特别的症状 一定都有相呼应 相对应的一些情绪卡住点 OK 想要变好 例如工作上更有能力 平常更用心感受 对别人更无条件接受等 跟接受自己的现状 这两个要怎么拿捏 我总觉得我可以更好 但又觉得好像应该接受自己的现状 却又不想从此摆烂 真正的平衡是非常有动力的 每一天都会起床 是很期待着今天的来临 当我做的事情 是我真正喜欢和我觉得有意义 有价值 我的生命可以充分利用的时候 我的生命才会有意义 但是我们现在常常都会 我做这个工作就是虎口而已 我实在很讨厌我的工作 我实在很讨厌我这个那个的 所以你要去看看 当你生命没有动力的时候 你要去看看 我可能不是走在我应该要走的路上 我可能有一个我很渴望想要做 但是我并没有去做它的 碍于很多很多的想法 或者很多很多的框架 我觉得我不行 我觉得我无法 或者我觉得 或者父母不希望我这样那样的 所以我没有真正走上 我应该要走的路 所以我生命充满了美丽 那当然就是工作上更有能力 你静心就好了 什么叫更有能力 当你真正的很有动力 很有像 说真的 你看您如果我看我几年前看病的方式 我觉得天哪 我是这样看的 对 就跟现在也是很不一样 所以人就是不断的成长 不管你在从事的是什么 你都一定是 三十年在做这一件事 跟十年在做这件事 那种程度一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不需要拿 所以我常常跟庆芳讲 不要老是拿你的老师们当你的标杆 认为你就是要像他们那样 但只有打趴自己 认为自己就是不够好不行 我就是这样子 我就是接受我现在的状况 我目前的状况 就是我最好的自己 那就够了 我不需要 一定要拿着一个比较 拿着一个所谓的更好 没有真正的更好 摆乱是因为没有动力 我不是在做我真正有热情 想要做的事 我在逃避某些东西 我在逃避某些关系 当我在逃避某些东西的时候 我很难有真正的动力 OK 时间很想到了 真的 很谢谢各位 也很享受跟各位在一起的时间 也谢谢第二 第二现场的朋友们 谢谢你们 我们期待以后有机会再相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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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